美美称 中国、阿富汗和印度这五个国家,文章称,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还有全副武装的人民,美国将军数量多于人口,多州允许居民研制自己的武器,无需强制登记,这意味着,每一个拥有武器库的美国人,都可以组建自己的武装队伍, 占领诸如纽约这样一个人口超过两千万的美国大城市是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网站称,入侵俄罗斯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俄罗斯人民坚然不拔,的性格是原因之一,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之时,俄罗斯人准备摧毁自己的城市,以免他们落入敌人之手。 此外,入侵俄罗斯不仅将与世界最强军队之一作战,还要对抗各种可能的天气条件,文章指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并拥有人数最多的军队,中国将掌握美国全部的技术能力和足以长期支持军队需要的强大经济,侵略军营对此有所预料。 此外,中国的地理状况,也是侵略者面临的巨大困难,中国很多地区天气条件极端,因此侵略者要被无法通行的戈壁沙漠,东南亚羽林和喜马拉雅雪域做好准备。 网站写道,印度海军战略包括在该国领海部署足够多的潜艇,它们不仅可以击沉敌方军舰,也能击沉敌方登陆舰。 此外,异度拥有几乎无限的人力资源,宗教信仰也很强大。 印度东北部被显峻的喜马拉雅山脉还照,西北部一半地区是干旱沙漠,西南部为不利于两气登陆的潮湿热带气候。 文章将爱富汉称为帝国纯长,因为所有使徒征服该国的国家都是被冷,爱富汉是一片被高山还照的广袤沙漠。 山地地势令侵略着装甲车和坦克的优势化为乌有,几乎无法征服爱富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复杂的民族和宗教惩犯,以及他们战斗到底的决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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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